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能够感受到一种非常雀跃的心情围绕着自己,的确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 那么下面,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从不向男友索取礼物的星座女都有哪些吧? 白羊女白羊女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星座,她们的爱情观当中,并不会有太多虚幻的想法存在,是什么就是什么,不会有太多不真实的假象,也不会要求自己的男友需要怎么做, 又或者是说,需要自己的男友如何优秀,白羊做爱上一个人就会爱她的全部,但是这份爱又不会带有强迫,或者是威胁的意义在里面。 礼物这种事其实在白羊看来,并没有那么必要,不过就是一种表达爱的形式,真正的爱是不需要太多的浮夸情节的。 狮子女很多人说狮子女是一个非常贪小便宜的星座,而且她们还很喜欢向自己的男友要求一些非常不可领域的倾求,甚至是会三番五次找男友拿钱。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衣裳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,因为狮子女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星座,她们不喜欢吃软饭的模样和日子,所以事事都会认真去做,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会好好努力,并不会把自己的未来打在别人的身上, 只会想着如何让自己更加成功,更加优秀起来,处女女处女座的女生在谈恋爱当中是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,也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星座,向男友索要礼物这种事。 第一,处女座并不会有这样的想法,不会想着把很多的利益都搭在男友的身上,想要的,她们会自己去争取。 第二,就算是关系已经亲密非凡了,处女女也不可能会厚着脸皮,找男朋友要礼物,再怎么说,这种事情在处女座女生的眼里就是一件比较羞耻的事情。 天秤女,天秤座的女生并不是吃软饭的,而且也不会吃软饭,天秤座女生向来讲就有来有往,除非是天秤自己也有礼物要送给男友,才有可能会收下男友的礼物。 但从来不会主动索取,因为天秤座是一个不喜欢靠男人的角色,他们什么都喜欢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身边遇到的一切问题,之后才会和男友说起。 虽然好像是有一点和男友分离的行为,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思念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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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